大家好 这个这刚刚又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这个哥们说呀 说侃爷你好 我是国内的异议人士啊 说白了就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啊 他说我是9月5号啊 今天17号吧 9月5号啊 12天前我到达塞尔维亚的啊 今天我刚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 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是欧洲最大的中转机场啊 很多转机的 它是一个航空枢纽啊 这个欧洲大陆最大的应该就是法兰克福 然后英国是希斯罗啊 这个他说我刚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 然后我准备申请政治庇护啊 他就这么一个简短的文字发给我啊 这个祝您成功啊 我祝福您啊 祝愿您成功啊 希望您成功啊 希望您一切都顺利啊 这个德国啊 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说德语啊 我也只简单的会说几个打招呼的啊 你比如说这个 谢谢叫Dank Dank 我就按照坦克来记忆 Dank 还有叫坦克车 Dank舍 Dank舍 还有一种叫Failung Dank Failung Dank 是吧 反正出门吧 咱们多说客气话呗 对吧 多作一 多说拜年的吉祥话 是吧 这个具体的程序 什么办这个政治庇护啊 这种 我肯定是不懂 不过我看到了 有一些视频 也是油管上吧 说是 有一哥们讲他的经历 他就是从墨西哥 然后那个汤过那条河 那条河不太深 叫格兰德河 到了美国这边 有的人就被关进了那种 所谓的移民监狱 啊 然后他就没有 为什么呢 他就特别客气 特别客气 然后老说客气话 同时把他的目的啊 为什么来美国 为什么申请政治避难啊 政治庇护 说得很清楚啊 所以到他就没被关 有的人就被关几天啊 然后警察就直接把他放走了啊 就放他走了啊 德国反正就是好像这个英语 你叫什么名字 不叫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德语叫mynamen 就是我的名字 mymy就是英语的my namen就是英语的name啊 这个再见叫choose 再见好像叫choose啊 是吧 其他的我也不会啊 我也不会啊 这个德国我也只去过一次 到了南部的慕尼黑啊 我们到那旅游啊 也就在那短暂的停留啊 去旅游短暂的停留啊 这个法兰克福 我知道慕尼黑 慕尼黑有这个所谓的东突 就是新疆人 他们还是搞了一个餐厅 叫塔里木餐厅啊 一楼是塔里木餐厅 二楼就是东突的一个什么 维吾尔青年大会的组织啊 当然您不是维吾尔人啊 这个申请政治庇护有好多是从乌克兰过去了 几个人吧 然后他们就是到荷兰 也是飞机转机的时候 申请政治庇护 还有我知道的人到西班牙也有 在马德里也有 有一个哥们去年吧 给我发来的消息 说在马德里申请政治庇护了 但是成功没有我不知道 因为后来他就没再跟我联系 我想可能就成功了 西方国家 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大陆是有问题的啊 有一个北京老乡在美国啊 加州他去了二十多年了吧 他说反正中国大陆来的申请政治庇护的都被批准了 哎对了 今天我还看了一个人的节目 反正说在美国那边 说这个申请政治庇护的中国人去年申请政治庇护就有七千多人 占到了申请政治庇护的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一 就是六分之一都是中国人啊 一共可能是四万多将近五万人 中国人就占了七千多人 全世界第一啊 在美国那边啊 德国这边情况我不太了解 反正德国应该能收留您啊 您呢多说客气话 多礼貌点 诚恳一点 是吧我估计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个刘晓波是吧 那个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08县章的那个 呃他算是什么 算是发起人 是吧在监狱 在辽宁锦州的监狱关押了好多年 后来不是肝癌死在沈阳的医院里了吗 哎刘晓波的夫人 那个叫刘霞 这不也是德国人给营救的吗 是吧 默克尔默大妈当总理的时候 他就到了德国去了 对吧 这个 我原来的朋友有一个朋友 也是我的粉丝吧 就他还去刘霞的家里看望过 那会儿好像刘霞还住在海淀区 玉泉路 不叫玉泉路 是玉渊潭南路啊 那个院就是那个谁 就是那个财政部的家属院啊 他们家好像就财政部的一个干部 他的父母之类的 好像那个最近死的那个 一个退休的财政部部长 叫金什么来着 金仁庆 哎 就跟那刘霞住同一个院啊 不过最近我又听说 我又听说这个 我在西班牙听一些朋友说 说他们也去看望过刘霞 我说那不是住在海淀区 玉泉 这个玉渊潭南路吗 他们说不是 说住在丰台 住在丰台体育馆的附近 那可能后来又买的房 搬家了 还是怎么回事 我就不清楚了啊 也许租的房 也许是刘霞的弟弟刘辉啊 反正刘辉现在不允许出境 留在中国大陆 所以因此那个刘霞呢 也比较低调 也不敢说话了啊 然后刘霞呢 听说得了抑郁症 得了抑郁症啊 这个 刘晓波的一个学生啊 然后一直在照顾刘霞啊 然后管刘霞叫师母吗 啊 这个学生啊 也是一个国内很有名的一个媒体人 现在人在日本 但是 他啊 也应该是不能再返回中国大陆了啊 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啊 这个 您啊 到了法兰克福了啊 这个 可能也人生地不熟啊 然后呢 您呢 注意身体 然后调整好情绪啊 该吃饭吃饭 该喝水喝水 该休息休息好啊 这个西方国家的 这个公权力部门啊 他们应该对中国的现状是了解的啊 祝愿您成功 谢谢 是的 继续